哼 你能看见我 蛤 转移加重创 真的假的 可以这样出哦 这是合理的吗 有 老哥 第一个击 遇到失败 然后再次攻击 退出 他的制裁下得很准 其实我已经很准了 你知道吗 但他就是快了那么一点 我跟他压的时机是一样的 是他的出来的 我的没有出来 但他还是免不了要被我反野 哇 原来这把很不妙 不是 是超级不妙 他这把我选谁都没用诶 说真的 因为这把跟打野无关 他们就已经自爆了 上单也是自己被单杀 上单也是自己被单杀 还好这个终端很不错诶 这个终端都会配合我诶 不幸中的大幸 你知道吗 有个会玩的终端真好 那虽然火箭万熊带的东西很奇葩 但他只要撑得了还是有机会的 后期他只要会平黑就好了 这把有希望啦各位 有希望 有希望 在皮啊 果然诶 会顺居诶 这个人 哈哈哈哈 我刚才想我这样滑过去到会不会直接顺居我 这魔剑哥好烂 完蛋了 这魔剑哥是真的不太会 帅诶 你不觉得吗 紫萱 看完之后有没有觉得湿湿的 热泪盈眶 这波蛮帅的吧 诶 不是 这个人在干嘛啦 他没事干吗 诶 他不会又是想上电视的人吧 好好玩好不好 哇 哇塞 下路真的很惨 为什么火箭万熊往上路去 那下路谁手 我手是不是 哇 伤害居然不够 哇 伤害居然不够 哇 伤害居然不够 他应该有少打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把幻视秒杀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把幻视秒杀 我没算到的是什么 他太肥吗 他怎么没死啊 哦 关了 他可能今天做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关了就关了 GYK A 优优独播放 Their3D A 优独播放 Their3D You have weakened their defense ' Bruh You have weakened their defense 算了其實還可以喔 那火箭蟻熊那一波有打輸出 我覺得就還可以 不是走到底 至少有打輸出 要打輸出 要打輸出 哎呦 果然 肥不起來的浪 哈哈 連一個完全沒技術的火箭萬球都打不贏 這樣就對了 他怎麼不推我 還是他推過了 怕他順居我 我今天萬用不理我耶 我今天萬用不理我耶 國服這麼難溝通喔 這麼簡單的燈號看不懂嗎 什麼啊 什麼 讓我一個射手跟戰士單挑 老哥不是你自己選的嗎 他自己挑選對手他還要這樣子耶 到底誰的問題啊 讓我一個戰士跟機動性特別強的射手單挑 蛤 到底怎麼每個人都有毛病 感覺暴怒素材快要啟動了 有 挑最軟的吃 可以喔 嘿嘿嘿 至少你打得贏素人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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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箭罐球就一直在那邊 被我引誘了 他太想要收我了 他又來了 自己自殺又在那邊點 點什麼 我經濟比他高這麼多都能 買 買什麼 真的 這種射手真的很可憐 這就飛起來了 哇 關太慢了老哥 他就一直單推 單推往那邊靠算了啦 你看他這樣子還會贏 為什麼 因為他是火箭萬強 不用任何技術 他搞不好會覺得自己很強耶 他會不會覺得自己很強 應該會喔 至今玩火箭萬強人都會有個錯覺喔 就是覺得自己很強 但事實上搶的是角色 那個角色現在就是這樣子 叫我阿嬤來都會玩的那種 開無敵過來給我送 你看 是不是 喔漂亮 欸這個中單不錯 這個中單的大招都放得很好 連讓這麼 這麼滑溜的角色他都抓得到 結果我就不知道在幹嘛 中單就蠻好的 中單就蠻好的 中單在水點上 自己 跟你說阿 他一定會以為他很強阿 欸還不是靠我一個傳送 偷推主堡才贏的 對不對 肯定覺得自己很強阿 但事實上這一局呢 讚就只能給到中單而已 沒有我們兩個這樣子 前面這樣穩住喔 這遊戲早結束了 還有時間給他在那邊單推喔 怎麼可能 這中單玩得好阿 讚讚 阿對面就比較衰阿 怎麼輸的都不知道 突然之間就打不贏火箭萬強了 超白癡對不對 火箭萬強就是這樣子阿 80%人在玩火箭萬強都會覺得自己很強 當有這樣的一個情況的時候 其實這角色就做壞了對吧 觀念跟技術差到極致的人 欸 玩火箭萬強一樣有良好的遊戲體驗 這角色多棒阿